全球大視野 中天的優質國際新聞 我們開會人囉 歡迎大家 佳慧元成為 全球大視野的一份子 支持應援123 訂閱按讚佳慧元 全球大視野直播線上見 這也是秦剛開出的三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 就是剛才主持人所說的 對台軍售 第二個就是所謂的官員訪台 那還有第三個叫海上行動 換句話說 只要有這三項事情 那中國大陸就必須做出回應 但是問題是在於什麼樣的回應 如果只是簡單的軍演 不像上一次那麼大規模的 所謂的圍倒軍事演習的話 那應該也是他們演訓的常態 只是他們把演訓的常態 掛在所謂這三個項目上面 因為解放軍在台海周邊 甚至於在西太平洋的演訓活動 只會一天比一天多 因為他們新的艦艇 新的飛機陸續的出爐 那這些新的武器 如果不經由所謂很密集的演訓的話 要進入一個很高強度的作戰狀態 顯然是還有人距離 所以演訓是必須的 那如果因為這些東西 他只是演訓的話 那這個應該還是在記心局所說的 中美關係因為台灣問題 還在可控制的範圍 那令人比較擔心的就是說 會不會溢出這個所謂可控的範圍太遠 那如果太遠的話 那真的會造成中美關係繼續不穩定 也會牽動了台海的局勢 日益的惡化 那對於我們台灣的處境 當然會更加的艱難 這一點必須要去注意 只是說秦剛要求 或者大陸要求美方克制 但是現在美方其實是陸續的 在場次的想要打台灣牌 測試一下到底 這個大陸方面的底線到底在哪裡 舉個例子 對台軍售 軍售什麼東西是底線 這第一個 必須要是雙方面去 在某種程度討論出一個界線出來 同樣的關聯訪台 到底什麼層級的關聯訪台 是涉及到一個中國的範疇 這個有點說要個案認定 這有點麻煩 再來第三個 海上行動 海上行動是 雷根套經過台灣海峽 是一個很大的挑釁嗎 還是說只是經過 這個台灣島的東海岸 是一個很大的挑釁 距離多遠是一個挑釁 這個可能 中美雙方面 一定要好好坐下來商量 舉個例子 這兩天的話 這個中國 大陸的楊潔篪 跟日本的國安局的局長 他的全關閃 叫國家安全保障局的局長 他就是日本首相底下 負責這個國家安全的地號人物 那叫做秋葉岡南 他們剛舉行了七個小時的會議 顯然討論都是非常敏感的 安全戰略的問題 那為什麼何妨這個中美兩國 不能有更高階的 再談一次嘛 就這些問題 不要讓那些什麼 參眾議員為了選舉 動不動就是要炒作這個話題 然後你白宮又假裝傻 呼呼的說對不起啊 他是三權分立 我們管不了他 哪有這回事 國際上沒有這種事情 難道說 如果說 你美國不想挑釁 這個國際的架構的時候 可是你的國會想挑戰 那表示說 你根本就放著你的國會 在幹這個事情 然後你雙手一攤說 跟我無關 這個東西 對任何國家是不能接受的嘛 舉個例子 如果這個中國大陸也說 我很多的這個什麼政協委員 很多的全國人大代表啊 跑到你美國什麼敏感的地方 去挑釁你 你就無所謂了嗎 還是俄羅斯的國會議員 挑釁你就無所謂 這個話是說不通的啦 所以我是覺得 美國人自己也要好好的 反省反省 那也希望這個解放軍 在處理這個問題的話 能夠更加的穩健一點 我們從這個議員來看 的確這禮拜大家也在討論 因為要選舉的關係 會不會是 他們想靠著來台灣 其實 果然是一個很好 駁版面的機會 刷存在感也好 那同時呢 美國現在就定調嘛 北京不要過度反應啊 這是美國的定位 他說呢 以前也有議員來台灣 而且也不少喔 我們來看 這邊數據也出來了 拜登上任以來呢 33名國會議員訪台 然後呢 前任是川普任內 會有35名國會議員訪台 可是以前跟現在 不一樣地方在哪 以前訪台很低調 甚至可能媒體 他連離開了 媒體都不會曝光 就是台面下的事情 但是現在不一樣囉 還沒來台之前 就已經先放出預告了 先測北京的底線了 其實很多人也在看喔 北京的解讀就很重要了 以前的北京 沒有太多的 這麼明顯的軍事動作 但現在秦剛已經很明白的說了 只要官員訪台 就視為挑釁 只要是挑釁 就是習近平所說的 玩火必自焚 不要拿台灣議題 來做出考驗 那解放軍的確 也在佩洛西來台的時候 做出了一個很硬的反應 為台軍演 那麼現在呢 包含了立陶宛啊 7號 有個官員來台灣嘛 中國馬上對他進行制裁 然後呢馬跡來台 中國就直接說 你這個舉動就叫做侵犯中國 將軍你怎麼看呢 帥將軍 現在從這個 現在什麼時代 現在時代是雙方校正的時代 你看古收兩軍打仗 士兵喊話 將軍對罵 這叫校正 他不是正式作戰 這個還屬於任職作戰的一環 你看秦剛大使在美國發表聲言的時候 媒體根本就不太重視 對 美國那麼多媒體 全部來到訪 只有四家報道 四家報道裡面還有一家是中國的媒體 那換下只有三家報道 所以在一片反中的這個美國的潮流裡面 秦剛講的話 只有相關的人士傾聽以外 其他沒有什麼反應 那這個議員訪台 講難聽的 我跟蔡委員當立委的時候 不知道接待過多少次 這叫暑假訪問團 這個 因為議會停止會開會了嘛 就大家都出國 那這個時候為什麼敏感 因為現在屬於校正的時候 你看 校正是彼此一來一往 這個中國大陸搞的這個軍演 剛剛蔡委員講的 我很早以前講 他飛機太多 船太多 他必然要演 這次演習只有一個新意 以前是分組練 空軍那個編組的練 海軍單獨在南海練 東海練 他這一次是第一次 把三軍聯合作戰 把作戰方式 作戰區域明白的擺出來了 這個把以前大家那個模糊的空間 一下子給你戳穿了 就是看你要怎麼辦 所以 那這個也不是代表真的作戰 所以 我想嘛 雙方在校正嘛 所以大家又把重點放到 雷根號他在哪裡看 我根本就懶得看這個 雷根號在哪裡 你一艘航母能對 台灣防禦跟台灣 中國美的作戰有多大效能 鬼了 那為什麼他的航機這麼偏遠呢 因為他也怕東風打他 所以他在自己不冒險的狀況 繼續挑釁嘛 因為這個 校正嘛 你們不要以為 台灣就被包圍 就被拿掉了 我對中南半島 跟菲律賓 越南泰國 還是有保護的責任 老大哥的威力還在 所以就在那些做些很 在我們軍事上來講 沒有什麼重大意義的 你威脅到誰啊 你一艘航母 就算你來個 一個航母戰鬥群 你能威脅什麼 所以這個東西 我叫 這個階段是叫 校正階段 互相在宣布 我沒有放棄什麼 我沒有 我沒有示弱什麼 其實 對軍事中來講 這沒有什麼太大意義 對軍事是真的有意義的 是我們要面對 這次人家出的考題 六個封鎖區 我平時怎麼應對 戰時怎麼應對 什麼叫平時怎麼應對 那到了領空領海 我空軍要不要 進階護航 海軍要不要出去護航 這誰開第一槍 這個都牽涉到我們自己 內部很難下的決心 不是表示 國軍沒有戰力 有啊 反制的時候要不要打啊 很尷尬 我講現在 處在這個環境很尷尬 所以 有心人的話 會把這個考題 測試的考題 每樣慢慢研究做答案 你還沒有心 只會扯淡叫口號的話 那危機真的來了 我是這樣看 而是 你的意思 你餵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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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